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三十集 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集哦 你的新年过得还好吗 Zoey目前呢有一堂免费的课程 教到你呢要如何用设计思考来规划你的一年 如果呢在新的一年你想要转职 想要开始在家工作或者是开始创业 这堂课呢都可以帮助到你找到以前的计划误区 然后告诉你要怎么样做修正 如果呢你想要索取这堂课的内容 请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斜线免费课程 你就可以直接在线上上课咯 在今天这一堂节目里呢 我会带你一起做一堂大约二十多分钟的冥想 在课程里面呢会教你怎么用心念快转的方式 让你的蓝图更清晰更有方向目标更明确 如果说你还不太知道 今年的你想要过一个怎样的一年 那今天这一集就非常适合你哦 如果呢你想要看这一集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斜线 2019冥想 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Hello 我是Zoe 欢迎你回到茶水间 今天呢是今年的第一集节目哦 大家过得还好吗? 其实我目前呢还没有什么过新年的感觉 就好像是今天昨天然后到了明天一样 没有特别觉得这个2019年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可以戒掉很多的坏习惯 重新呢设定很多好的目标 那在今天这一集里面呢 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我自己非常爱使用的一个冥想方式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想要先来阅读一位听众 他在ATONE Store上面的留言 那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Vencia 他写说 充满能量 声音很温柔 不知不觉就会想一直听下去 冥想的主题我很喜欢 最后的指导语也很棒 也许各个问题的间隔可以长一点 听Zoe的Podcast是每周一通勤时的心灵饷宴 谢谢你 继续加油 非常谢谢Cia的留言 其实冥想啊 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来跟我说 还想要再听更多 或者是想要我再做更长的内容 那如果你有留言 我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看到了呢 我就会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左边茶水间 而且你也蛮享受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 拜托你帮我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因为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呢 让越来越多人可以听到 知道这个节目 当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因此有了改善 你也会是受益的那个人 整个社会都会是受益的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首先呢 当然是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呢 到iPhone Store上面 也帮我留言评分 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还有呢 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我们在上面呢 已经有快要2000位的优秀团员 在上面讨论有关远居工作啊 品牌经营 或者是像这样子自我成长的内容 大家一起激励对方 脑力激荡 协助彼此在工作 还有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所以呢 相信你加入了 也可以在里面获益良多 怎么加入呢 你只要在脸书的社团上面搜寻 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冥想 其实呢 如果说你还没有听过的话 我在左边查学圈的第24集 有告诉大家 冥想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冥想 还有冥想的好处有什么 以及几个 我推荐的播放清单啊 还有我推荐的冥想技巧给大家 所以如果现在在收听的你 完全完全没有冥想的经验 我建议你先去收听那一集 因为今天的冥想内容 比较长 比较需要你进入状况 所以如果说你完全都没有经验的话呢 我建议你翻到第24集 在那一集里面呢 我们的练习只有5分钟 是一个比较短的 比较小的练习 那假设你已经准备好的话呢 在这里有几个注音事项 要麻烦你自己配合 不然呢 你的整个冥想过程会被打断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手机上面 有开其他的软体 记得把它们关进 手边有电脑的话 也先把电脑的萤幕关掉 我建议你找到一个 可以一个人或者是很安静的地方 来做这个练习 你可以先去上个厕所 你可以先暂停去喝杯水 找到一个呢 你最舒适的地方 你可以盘腿 你可以坐下 你也可以躺下 你甚至也可以站着 这个冥想大概会有20多分钟 所以呢 你不会想要因为身体上的不舒服 或者是因为要换姿势 而打断你的这个静心的过程 那今天的冥想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 就是要让你去设定 新的一年 你到底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一年 不只是你想要完成哪些事情 而是你想要有怎么样的感受 你每一天在感觉上面 想要用怎么样的感觉 度过每一天 是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悠然 自在 还是很紧张 每天焦头烂额 像无头苍蝇一样 不知道在忙什么 当你可以想象出 你想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来度过2019年的每一天 我要你记住那个感觉 然后把那个感觉呢 放到你的脑中 放到你的心中 带进今天的冥想里面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咯 我们深呼吸一口气 吐气 我们再深呼吸一口气 吐气 继续保持这个频率 吸气 吐气 当你在吸气的时候呢 先把你的气 灌进你的胸膛 感觉到你的胸膛鼓起 接下来呢 把这口气 送到你的腹部 感受到在胸口的气息 慢慢地推向腹部 现在呢 我们嘴巴张开 轻轻地把这口气 从肚子的最底部 吐出来 现在呢 我们开始加入一点节奏 到你呼吸的频率里 吸气 吸气 二 三 四 五 六 鼻气 一 二 吐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吸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憋气 一 二 吐气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吐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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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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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五 五 五 六 五 五 六 六 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呢 我们将注意力 拉回到自己的肉体上 感觉一下 自己的双眼 是不是闭得很紧 感觉一下 自己的脸颊 下额 是不是紧收着 我们把它放松 再来感受一下自己的背 是不是没有打直 我们把背打直 深呼吸一口气 让宇宙的能量 从你的口鼻 灌进你的身体里 我们感受一下自己的拳头 是不是紧握 感受一下肩膀 是不是紧着 我们挺胸 然后放松 深呼吸一口气 然后再来感受一下 现在呢 我要你想象一下 从地球的最中心 从地球的核心 有一道白色的光 这道光充满着 大自然的力量 直直而上 接触到了你的脚底 开始从你的脚底 环绕到你的小腿 你的膝盖 你的大腿 内侧 外侧 到你的骨盆 到你的肚脐 到你的腰部 接着到了你的胸口 这道光在你的心脏 附近盘旋 感受一下 它的温度 感受 这股大自然 地球的能量 这道光 继续地 游走到你的鹰喉 你的下额 接下来还到你的后脑梢 经过了你的眼睛 到了你的第三只眼 额头的地方 最后到了你的头顶 这道光 给了你所有 所有你在2019年需要的能量 它现在正在你的头顶盘旋着 等待你的指示 等待你的领导 吸气 吐气 现在呢 我要你用心念快转的方式 好好的想象一下 在2019年的12月31号 你回头看这一年 你经历了哪一些事情 你现在身边牵着谁的手 你坐在哪里 你的模样 长什么样子 你是否变得更结实 更苗条了一点 你的打扮如何 你的家里长什么样子 你这一年来 你这一年来 忙了哪些事 完成了哪些事 哪些事 让你觉得你真的非常骄傲 在2019年 你有能力可以去完成的 哪些事情 是你站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你很感谢自己拥有的 是你身边最亲密的那个人吗 还是你最亲爱的宠物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的爸妈 你的孩子 也有可能 是你努力已久 终于有些成果 的个人品牌 吸气 吐气 我现在 要你好好的想象一下 为了能够变成 2019年最后一天的那个你 你需要有怎么样的行动 怎样的行动 会让你 更接近那个 你想象中的自己 你理想中的模样 你能不能 把这些行动 具象化 变成 每天都可以执行 每天都可以做一点点努力 的一些小计划呢 记得保持你的呼吸频率 把背打直 肩膀放松 眼皮放松 眉肩放松 吸气 吐气 现在呢 我要你来做一点 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将你 我们将你头上 那道白色的光 由地球 由大自然 由宇宙 提供给你的那道 能量的光束 送回到 你的心脏的部分 现在呢 请将你的双手 核实 核实 呈现祷告的姿势 记得挺胸 背打直 我们吸一口气 嘴巴张开 嘴巴张开来 吐气 再来一次 吸气 吐气 吐气 我要你来感谢 那些 你还没有达成 但是你期望 会达成的事情 将这些事情 想象成 你已经得到了 这些成果 用心念快转的方式 把你自己 推到 2019年的 最后一天 我们现在 在2019年的 12月31号 一起来做这个 祷告 想象最后一天的你 此时此刻 的感受 是什么 我们现在 好好的来感谢 那些 你在2019年的 最后一天 所拥有的事情 感谢我的 另一半 在我身边 陪着我 感谢我的 另一半 和我度过了一个 很棒很棒的 2019年 感谢我自己的 努力 让我的个人 平台 终于有了成果 终于开始稳定 成为我自己 的一个全职的 事业 感谢我的家人 在2019年 这一整年的 支持 鼓励 感谢 感谢2019年 给我这么多 合作的机会 让我可以认识 很多 很棒 很优秀的 创作者 感谢我的听众 这一整年来的 支持 感谢我的伙伴 我的团队 在背后当我最得意的 左右手 感谢这美好的一年 感谢这一年 我又认识了更多新朋友 好朋友 感谢这一年来 我用更多自己的力量 带给别人更好的价值 影响了世界 感谢2019年 让我完全 不愁吃穿 住得好 睡得好 去了很多地方玩 感谢这一年来的 吸气 吐气 我们现在 把双手 放回你的大腿上 或是床上 再深呼吸一口气 用嘴巴 吐气 现在呢 慢慢将你的双眼 张开 你将会有一个 很棒很棒的 2019年 今年的你 将会充满力量 有各种的可能 有各种的可能 影响的练习 其实呢 心念快转 这个用法 我之前呢 跟Ryan 在做 广播节目的时候呢 有讨论过 那我自己呢 以前就开始 很常用这个方式 很多时候呢 我是会先 感谢 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但这个 通常是因为 我可能有点紧张 明天 的面试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过 或者是明天 要坐飞机啊 要去某个地方旅行 希望不要有任何地方 有差错 我都会在睡前呢 稍微的想一下 我的明天 最后呢 我会用 感谢的方式 来做一个结尾 所以我可能会说 感谢我的面试 非常的顺利 感谢交通顺畅 让我顺利的 搭上飞机 再后来呢 我认识我的老公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一直呢 都有失眠的问题 然后后来呢 他去看 Therapist 那那个治疗师呢 就告诉他 这一招 预先感谢 你睡了 一晚的好觉 来帮助你 刺激脑中的一些 感觉机制 还有认知 有点像是 你预先告诉自己说 OK 这件事情 会这样子发生 那他就跟我说 他事后呢 就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在睡前的时候 会说 感谢你 让我睡了一场好觉 感谢你 让我起床的时候呢 觉得精神饱满 那那时我听到的时候 就觉得 哇 这个方法 跟我的那个 心念快转的方法 很像 而且真的是很聪明 那我相信 连那个治疗师呢 都是这样子建议的 这一定是有科学 根据和一些研究的 这个冥想 你不一定只能 在今天 只使用一次 如果说 未来你觉得有需要 或者呢 我们一忙 忘记了 我们到底要去哪 我们到底想要朝什么目标前进 这个方法 也很可以帮助你再次的唤醒 那个理想的自己长什么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你 在向你自己招手 虽然我说过了很多遍 但是我真心的祝福你 在2019年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年 我也很开心 这半年来有大家的支持 所以呢 在2019年 我可以跟大家发誓 我觉得会好好的继续坐左边茶水间 带给你们更多更棒的资讯 让你们有更多的勇气 更强壮的心智 还有更多实质上的技术上的技巧 去帮助你 Build a business and life you love Just love it 在接下来的一年呢 我每个礼拜一样 都会用这支音频节目来陪伴大家 问候大家 关心大家 而我也真的非常感谢你 每个礼拜愿意花时间 来收听这个节目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非常的忙碌 都可以把这段时间拿去 做其他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你却选择来听这个音频节目 代表呢 你其实已经有一些认知了 你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 希望自己可以更好 自己想要做一些改变 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改变 从show up开始 当你愿意show up for yourself的时候 你期望的事情都会接踵而来 这不是什么奇迹 这是因为你付出了行动 让这些东西更接近你 让你更接近这些东西 所以好好的跟自己拍拍手吧 我们下集节目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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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